今天教大家做一款松软细腻的毛线球面包 好好看,好好学 将40克酵母放在85毫升温牛奶中 搅拌均匀 300克高筋面粉倒入后面机中 选取后面功能40分钟 再按启动键 倒入60克白糖 5克食盐 一个鸡蛋 100毫升淡奶油 85克牛奶酵母混合液 充分搅拌均匀 盖上盖子 等候 40分钟搅拌结束 拿出揉成光滑的面团 再放进后面机中 盖上盖子 选取洗面功能启动 一个半小时洗面结束 能看到已经发酵两倍大小 内部发酵这个样子就可以了 擀面板上撒点面粉 面团继续手揉下 这样会让面团更加柔软 揉好的面团拍扁 分为5个等份 把面团周围棱角朝一个中心塞 变成一个光滑的小团团 盖上保鲜膜饧面20分钟 成这个空档 刷一层油在模具上 20分钟后 我们再把面团擀成牛舌状面片 中间标条线 朝着一边切等份小条 放入蔓越莓 两边面皮往里折 另外一边卷起来 像这样 放入炉具中 盖上保鲜膜再次醒发一个小时 一个小时后 能看到发酵面团变为两倍大 准备稀释两倍的蛋黄液 涂上一层蛋黄液 放在160摄氏度烤箱中 10分钟后取出 涂上一层蜂蜜就会金灿灿的 脱模 香甜绵软的毛鲜球面包就做好了 这个就是由不到100刀的后面鸡做出来的面包了 切开后的就能看到松软的内部结构了 轻轻撕开 柔软又拉丝 按照前面方法做了第二个 放了点白芝麻也是挺好看的 今天的毛线球面包教学就到这里了 记得关注我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